下一个话题 买二桌房 开价低的 房子不一定是最差的 大家笑了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 我跟大家呢 在这里面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业主开价的几个策略 因为可能大家是在买房 也许大家有房子准备需要卖 但是anyway 开价的话呢 都是有个这个策略问题 在这个开价之前的话 总是要做一个比较 就是CMA Comparable Market Analysis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把相同地段的这种户型 包括他交易过的记录 市场上有的 还有没交易过的这些呢 都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比较 这个呢 如果是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的买房的经济应该给你做这个事 卖房的时候 当然你要给业主做这个事情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呢 叫Average 就是Sale和Listing Ratio 就是说大家说这个钱开价开出来了 到底有哪些是依据啊 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比较同样地段的这种步行 这个比方楼上楼下或者是前条街后条街交易的这些 House近期交易这边交易的这边交易的记录会做比较 它另外呢 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Ratual 就是说你卖掉的价钱和开出的价钱的有一个比例 每个地区都有 周恩多的话都有啊 这个的话你agent的话也要跟你讲 每个地区的话比例还不太一样 但是通常来讲是98% Average 就是说Listing这个价钱和卖掉这个价钱除以开出这个价钱是98% 通常来讲是这种情况 那么业主的话呢 开价有三个策略了 那就开高价 然后这个房子楼上交易了3030万 我开个33万 这叫开高价 在多人多来讲 开高价这个比例呢 我看差不多10%左右 如果高出上下交易的10% 那这叫开高价 开高价的话呢 真的有人开 尤其是很多中东的agent确实开出来这个价钱的话 你不可思议 真的他就敢开 开高价有几个 为什么会有高价开出来 并不是说业主他这个 他不知道市场情况也不是 他知道情况 第一呢存在角色 一定是一个价位非常reasonable 一个价位是一点不reasonable 一定是这种情况 好 那他prefer to lease 可能就是他想租出去 但是我开个高价 有人买的话呢 那可能市场always a sucker 是吧 有个sucker进来 那就take了 是吧 那也OK 那是高价 但是呢 这并不是这种这个市场上很流行的这个做法 如果是95%的业主 绝对不会这样做 带朋友看房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话呢 要开始多少要小心一点 因为朋友有几种类型 良食亦有行 良食亦有行的话呢 就是说他自己 第二种呢 就是主观认奖型 就是说来了以后 就是天马行空的话 就是随便随口就说 然后我前一段有一个客人在15号 不能给我买个三岁房 像很好的单位 我也很开心 去宴房嘛 最后都买完了 都焦急了嘛 哎 喊来一个朋友 三 就是说这个 他是两税房的单位 像东南角的单位 差不多40万左右 然后朋友一进来 这个房子总共可能40万呢 这个 这个房你40万的话 这个 买house的话就随便挑了 那 那您住哪里啊 我住 ajax ajax 这种情况啊 有两个人的呢 lifestyle不一样 他只是考虑自身的这个需求 但是很愿意讲 他不顾计自己 讲出这个话 口不遮来 这个是很大的缺点 有些人说 哎 这个人心很好 但是就是讲话 乱讲 讲的话都是有力量的话 你可能一句话 很多人说死 可能一句话 把人说活 很多人真的是不太注意 这种讲话 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说 长辈强势型 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的客户 年轻人比较多 然后的话呢 就是带着 然后父母的这个亲戚 或者父母的这个朋友 或者 再有一种呢 就是冒充专家型 好多客人 就是说带着这个朋友 来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说 他 很多人呢 确实是 铺马 这水铺门啊 这个 就像 比方说地产agent 也是一样 不能乱讲话 你 如果你超出你的知识 超出你的范围的时候 你要很坦率的告诉人家 这也是一种自信 我这个事情 我确实是不太清楚 是吧 比方说你说 有一些 mortgage 大概的一些东西 我懂 但是你说细则 那我看大家可能是在考 有个考虑买房的这个情况 准备阶段 那么你要跟这个贷款的人聊一聊 咨询一下 贷款机构 银行 全面 我们用到的话呢 是有这个 有这个password的 有这个密码的话呢 它会有这个 比较详细的这种方圆 下面的话呢 就是看好了这个物业了 你看 哎 不错 有演员 电气怎么样了 暖气怎么样 冷气怎么样了 就物理的condition 怎样 就要找专业的 就是研究师 来来给大家做 如果这些条件满足以后的话呢 就是往上走 就是取消条件 取消条件呢 开始谈成这个offer的话 买房的话呢 主要是律师来把关 因为银行的人呢 可能给你签署一些 其他文件 是吧 那么下面的话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律师呢 通常会在 closing之前两天 15天之内 15天之前 做好产权的这tit 看看他这个 title 是不是就是在 银行那边 还有是不是拿房子 抵押给别的人 建了很多的 天津区租场 建了 拿房子 做了很多抵押等等 这个律师要帮你做好 再有的话呢 就要确定一个 你的这个银行贷款 或者broker 你的贷款的来源 要通知给律师 这个信息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要买房屋保险 要传给律师 但counterminium不需要 因为你的counter fee里面 已经有了那个保险 如果买freehold 你要有这个保险 交付钱 这个是agent来做的 那么就说带你去 会有一到两次去厌屋 就是这个不叫厌屋了 就要去 呃 这个就visit一下了 有两个目的 一个呢 就是说 呃 两压十寸 可能你要进家具啊 或者怎样 看一下parking 看一下locker 等等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要检查一下 在closing之前检查一下 所有的那些电器啊 是不是完好啊 有没有渗水 有没有漏水啊 这些情况 如果有的电器 本来说那边有个电器 但是出现电房也没有 或者他是不好了 那要通知你的律师 律师的话 在交集这一天的话呢 要可能 如果是大的这种损坏啊 要把钱 其中一部钱 先扣下来 那有的人说了 我进去以后 发现那个问题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把你维修的那些收据 也准备弄好了 如果因为以后呢 如果去小沃法庭啊 去怎样的话 去把这些钱再追回来 后面的话呢 律师会在交集之前的话呢 去通知你准备好GPL 因为你首付有一分钱 会在那边 还有你要把新的账户 就说这个煤气啊 电啊 水啊 这些公司的话呢 要打电话 要 要开账户 交集那一天 closing day closing day 通常来讲你到这个白天的话 律师会把这个transfer做好 那还不是那个正式的那个文件啊 不是那个deed 是transfer 他做一个transfer 把那个transfer做好 最后是律师对律师啊 律师帮你把关 他一个是把开头 就是名头正确 第二呢 是把那些钱给你算对了 哪些是应该给业主的 哪些是你自己留下的 这些呢 律师呢 在下午的话呢 通常你可以拿到这个钥匙 一个月以后 律师呢会把那个正式那个地的 给你准备好 就是你房契了 准备好 那么尽此为止 买房子呢 这个整个过程呢 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这个话题呢 也是 一个多小时 我的搭档呢 今天因为 就是这个 去那个哪里吧 泰国嘛 所以我 今天我的这个 我讲的那部分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呢 能够今后呢 下一次能继续参与 下一次的话呢 就有我们那个典型的 那个买房实力的分析 因为它是 它 上次准备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为了这个 它 我看它准备了很多 很多很详实的 那个资料 应该也很精彩 再往后的话 我们系列想做 会一直搞下去 包括那些 timing的话题 location的话题 更加深入吧 一直在往下了 反正都搞 搞都搞一年了 就一直 确实